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8让各界担忧 今年经济成长率能不能保二呢 主级总组官员表示 这次GDP会大幅下修的主要原因 是在于出口不如预期 而内市消费也大幅下滑 在内外交波之下 才会影响了GDP的表现 好 另外还要带你关心 是卫福部在昨天下午 突然外流了一份油品下架名单 包括泰山 鼎星 三多市等国内大厂 都榜上有名 总共37款 不过卫福部后来 紧急召开记者会 说明这是内部疏失 把稽查名单当成了下架名单 由于卫福部今天下午 才会正式公布茶厂结合结果 在余律卫除之前 遭点名的泰山卫权 今天股价都下跌超过1% 好 不止股价下跌 昨天卫福部搞乌龙 许多厂商表示 消息一公布 对商与都已经造成损失 希望卫福部除了道歉之外 能够有所负责 这个非常很不得力的 大概一个报道 毁了一个家庭 毁了一个企业 他说化验有结果的话 会在他的网站公布 如果我们在网站都找不到 我们到底化验的身样 店家表示 卫生局两个礼拜前就抽检 不过没说有问题 上午也来检查制程 也说OK 怎么知道被乌龙点名的下架名单 竟然外流 造成了多家有厂商预受损 店家说有新闻台抢快 还没有确定 就不断跑马波送 店内的询问电话 接到了手软 还有老客户联盟要来退货 另外一家也被点名的 唯一随即在网站上发表声明 以及检验报告自清 还有泰山也会在中午 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我们为你随时掌握现场 另外一人肖静腾 遭泼排泄物事件 现在案情有了最新的突破了 警方除了锁定一位 22岁肖姓男子涉案 南港分局在今天凌晨 也找到嫌犯作案的机程 目前已经扣押 那么今天早上也会财政 感谢收看 我是方艾迪 我们再会